台灣三中傳奇武林農場 現正式桃花盛開季節 自行開車前來 武林農場成立於寧國52年5月10號 大甲溪上游西加灣磅 海拔1740公尺至2559公尺之間 連雨量1000公里至1500公里之間 是溫帶水果產地如梨、蘋果和水蜜桃 這一片桃花就是水蜜桃花 有夏季蔬菜及冬季盛產的高冷蔬菜 一連四季景象窘異 花香、果香、菜香且取空氣清鮮 成為世外桃園 我們將前往陶山瀑布 陶山瀑布海拔2250公尺 單程4.3公里 前往陶山瀑布入口的武林橋 橋下就是西加灣溪 是櫻花勾文貴的家鄉 是冰河時期的活化石 國寶級的魚類 蚕蚕流水清見底 樹水即時白波起 參與山瀑布海拔 在大陶山瀑布海拔 文貴鮮有億萬年 看透天地鑽裂翻 趕慨人間歲月短 試問文貴之人間 前往陶山瀑布的路上 路边以台湾二叶松、四阳等松科类为主 漫步在密集的森林中心广沉移 虽行之隐单,心情沉醉于自然间 昌翠三年遮天际,一线飞铺汉申谷 久闻陶山引武林,中见武林引飞铺 望怯人间宣孝生,赞叹人生几十贤 迅步来到陶山瀑布下 听到飞树落下的水声 陶山瀑布有时因为当云雾落下时隐约浮现 感觉水声由云雾透出,因此又鸣烟生瀑布 海拔2250公尺,铺高50公尺,离武林桥入口4.3公里 凉庭关瀑布,另有景致 走向瀑布,水声描绕山谷 寒修连后一线铺,疑似天女将银沙 沙飘勤点逃山货,喜悦欢唱武林人 逃山货,喜悦欢唱武林桥入口4.3公里 优优独播剧,喜悦欢唱武林桥入口4.3公里 林务局武林山庄内的美丽紫藤花 又來到桃花嶺 想起桃渊明所描写的桃花嶺记 此时此地就好像置身在桃花嶺记中 住在这里的居民已不知情悍 各朝的更替 那真是人类梦想的世界 现正是3月4月天 因台湾游客都出国 今天又是飞驾骑 农场游客寥寥可数 我们尽情享受这静静的 山中传奇 盛开的礼花 桃花 礼花并列 别有一番风光 别有一番风光 这是一颗罕见的赤梅 属强微科 落叶灌木耐寒 粉红梅花盛开 但奇特的是 这一朵却是大红 与众不同 桃花五春风 来到樱花勾吻龟生态中心 樱花勾吻龟栖息的七家湾溪 来到樱花了 这台面可观赏到樱花勾吻龟水中游 眼下是西家湾西 西家湾西中的樱花勾吻龟在水中漫游 上来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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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生态池 周边桂花林 当桂花盛开季节 定会飘香树林之外 由树桿观察 树林少说也有一甲子以上 加州红木区是室内装潢耐火的材质 成功的移植到武林农场 谢谢观赞